好 那么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主赛 这是一场男子余亮级的胶量 中国选手吕震宏对阵来自美国的查尔斯·本内特 是的 对 本内特37岁了 在国际MMA这个行业里面是一个出名的老将啊 非常有个性 确实是刚才出场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个性了 对 这个性格拳手 而且他是不按场理出牌的这么一名选手 这查尔斯·本内特是个佐世 对 大家更愿意叫他的这个外号封马 封马 他这个封马的名字 对 哦 策刷 刚刚我们讲的像吕震宏啊 年轻小将一定要在这种 面对这种比较不按场理出牌的对手的时候要稳住 那一个侧踹啊 你比知道凡是比身 每个人用侧踹还真是少见 少见 对 现在这个很多UFC选手啊 像陈云斯啊等等这嘴炮啊 那个侧踹已经是完全跟中国人侧踹不太一样 而且发力要比他们欧美选手这种发力要脆得多 对 发得脆 我觉得中国打这个侧踹腿又是侧踹腿啊 最好的人啊 我见过是租国俊 哎 没错啊 走进去这个侧踹确实是 亚洲号称亚洲第一快腿啊 对 我曾经问过你这个侧踹腿这个秘诀是什么 没有秘诀 踢两个地方 要么踢头要么踢膝盖 别的地方不踢 因为中段很为被人接住 对 对 哎 刚才一个提西 李志宏反应很快啊 是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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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马不要太闹啊 要好好打比赛 就是在比赛 所以要小心 中国的小将 既然敢给你打 对 就绝对是有实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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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个人年龄上相差了13岁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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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针对凤马针对每一次李志宏的这种地面砸击啊 虽然事实不多 他都有这种躲响和阻挡的意识 对 经验 利用这个身体的空挡会做一些移动 还是有些经验 对 现在凤马慢慢地往龙边靠啊 哎 所以翻转出来啊 这边你看 这就是经验 哦 现在迅速的是完全把位置给转换过来了 哦 一轴 他有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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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驸马这个撤到龙边这个一转身啊 非常漂亮 嗯 借助这个龙四的这种力量啊 非常漂亮 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啊 哦 这个李建宏啊打得有点急 有点乱 嗯 不要着急压稳了 嗯 你连续先说有时候想上了就把对手给KO了 对 对 就对付这种老油条啊不好打 嗯 不好打 还是得稳扎稳打 哦 哦 哦 漂亮 哎 等我李建宏这脚是上去了 哦 好 他打到眼睛了反正有一点点 我们看到龙马眼睛再掌握了一个摄像 穿着脚子 哦 哎 转身边前 哎呦 这俩人今天的比赛才是大动作 是啊 对啊 对啊 这风马的这个反应手不拿下来就直接用身体的躲闪摇 摇闪来躲这种很的距离和腰部 对 好 然后小小时候的手机 对 好 这一支枪很重 我们看到只要李建宏做这种地面的垂击啊 风马肯定有动作 对 影响对手 其实也在影响的时候也是在保护自己 是 第一回合还有30秒 风马在说话吗 对 很多次比赛啊 这种精美镜头里边就是风马做这种动作 哎 就是这个啊 这回合的比赛只有十几秒了 嗯 最后的十秒钟 哦 最后的那个那个下也很激烈 对啊 哈哈 啊 风马还是有经验啊 对 最起码在李建宏在第一局的时候 就有几次尝试做这种很重的地面垂击啊 风马每次都在用一些小动作来避开 对 经验确实很舒服 对 啊 啊 李志宏第一很好表现 应该说 还是还是让人满意 对 哦 啊 啊 这是刚刚那拳打到风马的眼睛啊 打到了左眼 哦 这边墙要打实 对 没有空间 对 啊 我们看啊 李志宏做这个订练垂击的时候 其实每次 从马都在做这种小动作 对 好 手指骨折 一声终止了本场比赛 比赛结果 呼 放上 有请颁奖嘉宾 激宁 慧泉明酒董事长 连建明先生 喜酒公司山东片区 总经理助理王永波 为胜者颁奖